你們講1217名字沒有關係 那個東西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需要避免講到是個案 有關案1217 證明家住基隆的擺攤富人 因為定期出入萬華區域 也被列入萬華群聚案當中 目前萬華茶室 蘆洲獅子惠和宜蘭遊藝場 三大群聚感染 案1217是最早發病的人 比獅子惠遊藝場群聚 最早發病的指標個案 還早了7天左右 萬華裡面基本上現在 還沒有串起來 那事實上 我們現在來講這個說 到底是群聚還不是還什麼 那我們現在在裡面 我們現在是定位 現在是在目前有相關性 但是還在調查中 不過指揮官陳時中 在13號的記者會上 還是沒有清楚說明關聯性 看看案1203是辭聚前會長 5月7號發病5月11確診 而案1202宜蘭遊藝場員工 是5月9號發病5月11確診 不過有專家推論 這波病毒流動 應該是從萬華查室開始 雖然目前還不知道萬華的病毒來源 但看看1217 他在5月2號開始 陸續有發燒 咳嗽 呼吸喘等症狀 5月11症狀持續 而且有呼吸困難 腹痛 肌肉酸痛等 就已診斷出嚴重肺炎 採檢後確診 血清抗體IGG陽性 推測已經感染兩週以上 我不認為萬華是最近的事件的事情 我認為萬華其實一樣 也是醞釀了一段時間了 也因為醞釀了一段時間 才會同時查藝館爆發 不過目前這個傳播途徑 先是諾福特飯店 傳給萬華查藝館後 再傳給盧州獅子 惠漢 宜蘭遊藝場 雖然還只是推測階段 但只要完成病毒分析 就能夠清楚來龍去脈 TVBS新聞綜合報導